我們在9月1號即將開協 協校 要做好前面清消 所以協面的消毒變成我們現階段 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所以我們預計到8月29號 我們要完成406所協校的消毒 這裡面 不管是公立跟失利的 要全部消毒完畢 其重點在校園的周邊環境 以及校內開放空間 這些都要前提總動員 目前我們環保局結合協校 全部在做消毒 目前已經完成352手 我們希望在9月1號開協 這個一定要把它做到位 至於除了前面消毒以外 我們協校特別也要做 實體的開協 落實防疫 準備相關事項 所以在開協之前的 整個落實防疫 以前面實體授課為主 那這裡面要有新生的專人引導 昏批來安心日班 生病不到效 防疫將 不列出 防疫將 不列出插切群的一個紀錄 至於學習診斷 及時輔導 有效的銜接 還有班班是可以視訊的 線上資源全到位 宿舍要做好地度活動 進出嚴格關注 大概最重要的就是 前面實體授課 然後班班 可視訊 線上資源要全門到位 至於有生病 防疫將 就沒有累到 缺勤的紀錄 我們希望 能夠透過這樣一個 學習的方式 讓孩子能夠安心的學習 至於要開協之前 我們也會到學校裡面 除了準備好的工作 我們也會去做法 出查 希望 讓校園開協前 準備工作 讓孩子們 開協以後 能夠安心 來 就學 所以在這裡 可不可以跟市民朋友 做一個報告